那我现在就在Newbury这条街了 波士论旺街还蛮出名的 然后呢就当时念书的时候 周六日都会时不时跟小伙伴一起来 好搞笑这歌 这边的漫画店里面居然有kpop的东西 我找到一本非常适合我用的笔记本 我现在已经上到二楼了 然后还在周围探索当中 然后二楼是比较多这种漫画 一楼的话比较多一些 一些唱片呢 一些娃娃之类的 那些娃娃都长得比较一言难尽 哇有这个海贼王还有这个一拳超人 还有Pokemon 超多经典的东京十种 这边呢就很多这个漫威 还有这个DC的方法就有一些美满了 哇现在有这本的也太直译了吧 这就是Jupiter跟Buffy对我的一些想法吧 这些是一些非常负能量的马克杯 非常适合我的一些朋友们 这个封面太经典了 灌篮高手还有这个英南高校南公关 这种帽子叫做drink hat 就是呢你可以在打游戏的时候 是在两只手呢就很没有空 然后就可以把他的吸管放到那个庙里面 这边有龙珠 看着夜神越帅呆了 那我现在刚刚从这个漫画店出来了 要继续逛下一家了 继续探索这个Newberry Street 哇超大只龙猫 童人老爷 在他的后宫门 这家还比较多手办 那刚刚这一家呢就比较遍日曼了 这几家动漫店都觉得吉普利工作室在美国还是蛮受欢迎的 都看到很多千语千寻啊 龙猫啊 还有各种他那边出现过的一些电影的一些人 然后在里面看到一只超大的龙猫 超级可爱 但是他是不卖的 这一家还是手办比较多 而且感觉是偏日曼一点 但他比较小 那刚刚前面那一家就会比较多漫画啊 还有一些就是珍藏版的一些画册 还有其实他比较大嘛 所以他卖的东西也比较多 小九州 然后我发现了后面这家专门卖哈利波特周边的店 那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一直印象中的羽毛皮都是白色的 而且我觉得他的发帐是在这么多人里面比较好看的 他店的毛板很喜欢赫尼 就到处都摆着他的照片跟他的一些周围 这种通緝的海报 就是他是会动的是GIF的 然后下面这种毛发的植物是你把它拔出那个图 他就会尖叫 很搞笑 哇 一卡车的Lady M 感觉里面应该有超多的卡路里 现在继续就会逛 Welcome to Italy Market 真的是Eat 要把它吃掉全部 这个意大利的Supermarket 里面有N种完全不一样的Pasta 来看看Pasta的100种做法 好好吃啊 所以这种粉红色红色的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看过去 这个是纽约非常出名的汉堡 叫 Shake Furler 哇你看超多 哇你看超多起司 超多起司 超香 看一下 谢谢 谢谢